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朱振明近日提到 在泰国举行的第3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已经结束 而备受关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基本上画上句号 借助目前达成的RCEP更好的发展经济 成为东盟国家的期盼和未来应对挑战的方向 本次系列会议是在世界快速发展变化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 对东盟和世界各国带来新的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举行的 东盟各国对加强内部合作及东盟国家与对话伙伴国合作 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强烈的愿望 对于大部分东盟国家实行外向型经济 对国内市场的依赖较大 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言而喻 为了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2年东盟发起RCEP谈判 目的是加强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合作伙伴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建立一个由16国组成的超大型区域贸易集团 通过抱团取暖实现共同发展 在RCEP谈判过程中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 提出了美国优先政策 世界贸易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美国不但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挑起贸易战 对越南、泰国等中小国家也采取提高关税 限制进口等手段推行保护主义 就在东盟峰会举行前一个星期 美国宣布取消对泰国部分出口商品实行的普惠制 目前普惠制覆盖了泰国约45亿美元的出口 泰国担心美国还会有下一步动作 对于经济增速较快的越南 美国征收高额钢铁关税 给越南钢铁出口 造成严重冲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曾表示 贸易战将对新加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过去由于所追求的目标不同 谈判经历了七年之久 如今面临不确定性和美国的贸易单边着益 东盟国家及各相关国家必然加快RCEP谈判 在结束RCEP谈判后 虽然个别国家对协议部分内容还有不同看法 而未能签署协定 但重要的是 RCEP其他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 即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 先往前走 个别国家准备好可以随时加入协定 这一方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另一方面以务实的态度 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中心作用 中国对RCEP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 希望早日完成谈判 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础 相信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努力下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生效 这是时间问题 嗯